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事件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想必喜欢看古代小说或古装影视剧的朋友都会看过这样的场景 在古代两军交战时,突然一方主将对战局的胜利没有信心 那就会选择高挂免战牌,避其锋芒 而此时的进攻方也并不会贸然进攻 只能站在城下干瞪眼,然后就是不停地叫骂,让他们出城迎战 那么问题就来了,在残酷的冷兵器时代,战机稍纵即逝 所谓的免战牌真的存在吗? 或者说,古代打仗一方,挂出免战牌,两方都会休战吗? 对方非要打,会怎样呢? 在著名英雄传奇小说《说月全传》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场景 宋经两军,牛头山大战 由于金军大将,完颜金坛子,有万夫不当之勇 接连挫败,南宋多名战将 无奈,统设岳飞只得休战 一连挂出七道免战牌 金坛子见状没辙了,只能和老叔金物树 在营帐中无聊喝酒玩 而前来支援的岳云,看到挂起的免战牌 不问缘由,一锤便打碎免战牌 岳飞得知大怒,要将他军法治罪斩了 最后,好在众将求情,才得以戴罪立功 立战金坛子,结果了他的性命 无独有偶,在罗冠中的三国演义中 也出现免战牌的身影 属相诸葛亮一生致力于恢复大汉基业 有一年,诸葛亮就曾率领三十万大军 讨伐曹魏 在齐山,诸葛亮与老对手司马懿再次交战 当时诸葛亮率军攻城 但深知,制谋兵法不如对手的司马懿 就避而不战,坚守不出 还在城头上挂起了免战牌 期间,司马懿任凭蜀军如何叫骂 羞辱,就是紧闭城门不出来 最终,诸葛亮因为粮草不济,武功而返 通过小说演绎 我们可以看到免战牌高高挂起后紧闭迎战 敌军哪怕有多厉害,也不敢轻易进攻 简直就是以柔克刚的逆天神器 那么,在真实历史上 真有免战牌这样的神器吗? 虽然影视局和小说有演绎的成分在里面 但在古代战场上还真有免战牌的出现 早在周朝初年,周公鸡蛋 变成天下之礼,立天下之法 人人对于君子礼节,宠而敬之 故而,后来西周,春秋时代的诸侯国都非常讲信用 两方打仗之前先要宣战 甚至有时候还要提前约好时间和地点 开战之后,假如一方不想打了 需要事先说明,也就是挂冕战牌 为了防止一方不遵守规则 一般会挂冕战牌的都是有据可守的 比如说依靠着城市或者山寨 这样即使是对方不遵守规则 强行攻打,也能守住根据地 到这里肯定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在生死攸关之际,还要讲那么规矩 那这仗还怎么打 可通过史书发现,由于古人非常讲信用 左传就记载,进楚治兵,玉于中原 其必军三赦 当时,古人不仅讲信用还守规矩 礼不伐丧更是硬规矩 齐进大战时,正赶上麒麟宫办丧事 于是两家爽快收兵不打 免战毫不含糊 在春秋时期 由于诸侯们非常推崇理性 当时的两军对战 多是兵对兵,将对将,车对车的打法 没有勾心斗角,没有使诈欺骗 靠的全是个人的英勇魄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湘公在洪水之战中的表现 公元前638年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宋湘公 前去征讨魏国 与前来救援的储君展开大战 当时储君人多 宋国人少 就有人向宋湘公建议 比众我寡 极其位计极之 可宋湘公却说 我们号称仁义之师 怎么能趁别人渡河之际攻打呢 结果储君布好军阵后 储兵一冲而上 大败宋军 宋湘公也被人设了一件 宋湘公所坚持的半渡补击 就是遵循古代诸侯交战时的战争规则 或者说是遵守战争礼 在春秋时期 大多数战争都遵循这样一种模式 双方约定时间在某地决战 以缩短战争周期 减少战争消耗 但假如一方认为彼此实力悬殊太大 或者基于其他战略意图 并不想与对方决战 往往就采取坚守不出的办法 避免与对方决战 这就相当于挂了免战牌 两方都会休战 也许很多人会说 古时打仗一方高炸免战牌 另一方为何就无奈停战 要知道免战牌 只是一个停战信息的传达 难道不能强攻吗 其实在冷兵器时代 由于缺乏火器 大炮这样的攻城力气 处于防御作战的一方会比较占优 城池易守难攻 高挂免战牌 则说明守城一方坚守不出 而攻城方若是硬攻 只能徒增伤亡 孙子兵法上说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就连孙武这样的一代名将 都认为攻城战是一场灾难 因此不到迫不得已 在春秋时期 如果城中的一方挂上面战牌 敌方一般是不会轻易攻城的 既然强攻不了 那就只能巧取 于是乎 一种骂战就应运而生 顾民思义 就是在城门前破口大骂 点燃对方的怒火 继而率军出城 正面交战 在楚汉称霸时期 项羽命大司马 曹旧坚守城高 不得出城与汉军作战 汉军果然数次挑战 曹旧仅遵项羽命令 高挂免战牌 汉军见后就无奈的停战 最后汉军使出骂战 派人在阵前骂了曹旧五六天 曹旧沉不住气了 率军渡河出战 结果在渡河时 遭到汉军袭击 败得一塌糊涂 可以说当时骂战的发明 也表明了人们不愿 强攻城池的心理 而理论上说 打仗 不是老朋友叙旧 更不是请客吃饭 发动一场重大战争 人力 物力 财力消耗巨大 且关乎家国王朝命运 哪能挂上个牌子就不打 最终到春秋晚期 离越崩坏 就出现了打仗不遵守约定的 比如曹贵论战那一次 当时齐国对鲁国宣战 到了迎战的那一天 曹贵高起了阴谋 当齐军敲进军股的时候 曹贵不按规则来 非要按兵不动 直到齐军打了第三变古之后 鲁军才终于开始迎战 当时齐军之所以会失败 就是因为不知道鲁军 怎么这么不守信用 因此后来的人们就学聪明了 不那么遵守规则了 不然会吃亏 正如孙子兵法史记篇记载 兵者鬼道也 用兵之道在于千变万化 出其不意 需要运用种种方法欺骗敌人 而从西周开始 以周理来作为战争规则 也随着兵不厌诈的思想深入人心 哪怕是一方挂出了免战牌 对手也并不是因此而停止进攻 或者说古时的免战牌 与今时的免战牌的意思 大为不同 那时代表作战的君子之风 做人诚信之法则 若是违反 则是会被世人耻笑的 我国自古以礼仪之邦 著称于世 众义轻利 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两千多年前 孔子就主张 言必信 行必果 此外 我国的语言体系里 还有大量诸如 一言九鼎 一诺千金 一言祭出四马难追 这样称赞诚信 精神的诚语 一个人若是没有诚信 说话不算数 那么长此以往 这个人将不会再有朋友 甚至亲人都会疏远他 直至失去一切 一个企业 若是没有诚信 那么这个企业 则是失去了最重要的东西 将会没有消费者 愿意去买企业的产品 没有股民愿意买企业的股票 没有合作伙伴 愿意与他合作 从而走向破产 再说的大一点 一个国家也是没有诚信 那么在国际上 不会再有国家与我们合作 人民也不会再相信自己的祖国 那么这个国家将会内忧外患 从此走向灭亡 多么可怕的事情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小还是大 诚信都是一个人 一件事的基本 所以每个人 每个企业 每个国家 都需要把最基本的诚信 做到后 做一个具有优秀传统美德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